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已经到八月份了 今天要跟这位思想的题目是 彼此建立 那么经文是取至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九节 罗马书十四章是 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 来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 再来一次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 实体的聚集聚会 特别在疫情这几年之后 我们真是感觉到这是何等的宝贵 你建立了这个教会 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主要让你的福音的工作 福音的信息 福音的大能在这里不断的彰显 彰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 彰显在许多许多生命的里面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相信你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 因为你要在古区 这附近 这广大的地区 得到更多更多 你的羊群 你的儿女 要在这里认识你 要在这里生命长进 要在这里服侍你 也要在这里传扬福音 主啊 我们相信你的计划 超越任何人的计划 你的意念高过任何人的意念 你的道路也高过任何人的道路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 享受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我们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主啊 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主啊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彼此建立的这个题目 主啊 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心意 我们求你的圣灵 在这个聚会当中 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也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继续得到改变 主啊 因为我们认识你之后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在一个继续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谢你 愿你生命的大能 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彰显 让我们也在你面前继续的降伏 再降伏 谦卑的再谦卑 对吧 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也成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让这个教会能够在古区问你发光 在这个教会能够在古区得到 需要更多更多你的羊群 需要你的拯救 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的感谢 这样的祷告 求你垂听 祝福这段时间 你向我们说话 你的仆人不过只是一个器皿 你的圣灵在这里 要感动每一位的心 要对我们说话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 不管说话的 或者是听的 我们都服在圣灵的教导之下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 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彼此建立 经文说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取自于 谢伯来书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又要彼此相顾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这段经文 一开始说 要彼此相顾 接着就是说 要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接着更说 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 或者说看见 那日子临近 什么日子 主再来的日子 对啊 主再来的日子 既知道 主再来的日子临近了 就更当如此 这段经文 是我们这个今年的一个主题 特别是在我们疫情之后 没完全过去 不过至少几年的封锁 几年的隔离 至少告一段落了 我们真是没有想到 我们今年 我们竟然有幸 这个清零 这个灾情 这个疫情 这个真是 我想回想一下 真的不可思议 对不对 过去这几年 这种隔离的状况 这种疫情 蔓延的状况 普世的 全球的 在疫情笼罩之下的状况 我们真是很有幸 居然能够经历到 过去 我们上一代 前一代 过去几十代的 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居然我们这一代 碰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把我们的这样一件事情 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让我们也就看见 在疫情的考验之下 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教会 对你个人 有什么影响 没有 我想对我们教会来说 今年我们就用 这个题目说 我们要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包括在疫情之后 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 爱心的重要性 也感觉到 行善的重要性 同时也让我们想到 过去的疫情当中 我们开始 所谓的线上聚会 这也是过去我们没有的 有这个科技 有这个条件 让我们可以在网路上 来聚会 记得那段时间 我们教堂 我们传道人还在 还在这里 讲道 不过呢 底下是空空的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借了网路 大家在网路上聚会 我们这个 我都传道人那么多年 还没有向着 一个空空的讲台 讲堂 聚会的听堂 讲道的经验 这几年我们传道人 都有这个经验 你们看不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你们 这种聚会里面 也聚会了多少年了 两三年 真是不可思议 经过这样的生意之后 可以磁体了 可以回来了 结果发现 弟兄姊妹 还有很多的顾虑 也很自然 很多顾虑 或者很多 要改变的地方 所以它是陆陆续续的 一点一慢慢都回来了 今天你看到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坐在聚会里面 这样的聚集 重新回到像我们以前 这样子 真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经历了 线上虚拟的聚会 今天又回到实体的聚会 今天还有些人 还在虚拟 还在线上 当然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 身体不方便 行动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线上 我们感谢人 给我们遇到这个条件 让他们能够借的 这个方式 好像跟我们一样 还在聚会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有的人 不但是有身体的缘故 有的人在远方 在其他地方 不能跟我们实体聚会的 他们就在线上 跟我们聚会 所以我们虽然 现在实体了 我们还是没有把 这个线上的 把它关掉 因为我们感觉到 这个线上 也还是有些弟兄姊妹 跟我们在连结 借着线上连结 很宝贵 但是我们也盼望 让这个线上的聚会 不要成为 有些弟兄姊妹 一个偷懒的机会 就会在家里面方便嘛 不用出门了 对不对 还要开车干嘛的 穿衣服干嘛 我就在家里 不用换衣服了 就这样聚会了 也很方便 但是我希望 但我们希望 这个线上的聚会 不是让弟兄姊妹 养成或者说 姑息大家 就这样子聚会就好了 我盼盼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冠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要珍惜教会实体的聚会 珍惜弟兄姊妹 在一起的 这个上帝 给我们的情谊 何等的宝贵 我们也发布了 接着疫情的考验 让我们更加珍惜 神所建立的教会 我们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相处 这样子彼此扶持 这样一个真实的教会 是何等的可贵 是上帝预备的 最近弟兄姊妹 发生很多事情 有的年长弟兄姊妹走了 有的生病 或者就被主接走了 或者有人在手术 在各样的事情当中 经过不同的考验 包括这些事情 让我们更感觉到 教会的重要性 教会的可贵 因为要是没有教会的话 那这些事情就发生 结果就很不一样 对不对 一个有教会的人 如果家庭遇到变故 这些事情 他怎么处理 怎么面对 跟一个有教会的 一个家庭 那就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巴不得 在这样的一些考验之下 这么多的经历之下 让我们能够更珍惜 主所给我们预备的教会 以至于我们从爱心 从行善 从线上的聚集 到实体的聚集 经文提醒我们 要看到主来的日子 更近 我这次感受到 这句话更有意思 因为主耶稣再来 是一个实体的再来 今天我们说 我们祷告 我们聚会 耶稣就与我们同在 这也没有错 但是不是实体的同在 对不对 有一天 基督要实体的 再来到地上 所以这个实体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实体是上帝创造的 而耶稣也要实体的再回来 所以我们实体的聚会 在整个上帝的设计的计划里面 有它的重要性 有它的意义 所以主主借着这件事情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 也能够彼此的劝灭 也就是在这样的概念之下 今天我们来思想 彼此建立的意义是什么 对基督徒来说 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是如何 从我们得救之后 进入教会之后 我相信你会发现 彼此建立 是我们信徒必须要有的心态 必须要有的操练 得救之后 你进入了一个神的家 每个基督 每个人的得救都是个别的 个别的跟上帝恢复了关系 对不对 个别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这个事情 你必须亲自的跟上帝 认罪 悔改 相信 顺服 个别的 但是一旦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发现 你进入了神的家 你不单是跟上帝一个人直接的可以来往 同时你也发现 有许多基督徒也跟你一样 都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你进入了神的家 所以你是在一个神的家里面 继续的往前走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得救之后 只看到你跟神的关系 没看到你跟基督徒没关系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既然蒙神的拯救 神就把你带进了属灵的家里面 你跟弟兄姊妹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我想这个月 我们就会要跟大家来思想 进入神的家以后 在神的家中 我们有什么样的彼此的关系 今天要跟这位思想 第一个就是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 我们要从追求和睦 进入到彼此建立 因为实家的救恩 不但是救赎我们的罪 同时要粉碎罪恶的咒诅 彼此建立必须是基督徒言行的准则 我跟这位一点一点的 来做一些的思想跟整理 第一 我们要从追求和睦 跨境到彼此建立 当我们得救蒙恩之后 我们就与神和好了 刚刚我提到了 接着我们要跟人和好 这很重要的 我们跟神和好之后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跟别人和好 因为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一定跟人有很多的嫌隙 有很多敌对的地方 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之后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跟与人和好 除掉人与人之间的嫌隙 也就是追求和睦 第一句是这里的意思 首先我们要彼此和睦 追求和睦 这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小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各位 因为我们都在地上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在过去 我们都跟有些人不和 或者是不和睦 或者是反正事情了 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了 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想要不要去理这个事情 换一个环境 结果没想到换一个房境 结果那个人也换一个环境 就跟你又碰在一起了 你知道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想很多人 我们都是从美国之外 中国啊 台湾啊 香港啊 东南亚 或者世界各地 我们都今天来到美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美国 碰到你的老朋友 或者碰到一些原来有冲突的 不太相合的一些人 居然在美国又碰上 冤家路窄又碰上面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你继续在躲 还是说今天神的光光照你光照我们要追求和睦 所以你就发现追求和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若你能够追求和睦的话 那无论你的朋友到哪里去 碰到老朋友 那你心里面说心安理得 你都很高兴 对不对 很高兴看到你 因为你心中没有嫌隙了 你心中没有疙瘩了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要是一个人存的这个存的那个 那真是你发现世界其实很小 所以接下来听众们 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和睦的这个真理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切身的 我这边发布的从今天开始 你好好注意在你的周围 如果你跟谁还有什么嫌隙的话 求神帮助你 求圣灵帮助你 让你能够首先跨出一个步伐 饶恕对方 或者请对方的饶恕 让这个事情过去 不要让嫌隙存在你跟别人的心中 你活得很坦然 你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 这是一个 把自己带着一个新的天地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活的一个景况 要彼此和睦 但是不单只是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因为 彼此和睦只是开一开始 我们还要进一步 努力地彼此建立 什么叫做彼此建立 就是说 我们不但得救之后 我们要自己追求长进 我们也要乐于见到别人也能够长进 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不但自己要追求长进 但你一定要 也要乐于见到别人一起长进 甚至别人超过你 在属灵上超过你 你都要很高兴 为他高兴 但也自我勉励 继续地追求长进 所以常常想到 怎么样来帮助人 鼓励人 使人得造就 这样一看 这样一个人生的态度 这样一个跟人相处的一个原则 是多么的宝贵 都多么的好 你想想看 要是这个教会 每一个人都如此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你可以想想看 多么好的环境 对不对 大家彼此相帮助 彼此扶持 彼此鼓舞 你能够长进 超过我 我很高兴 而不会觉得你嫉妒 或者觉得受威胁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环境 事实上这就是上帝 要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环境 我们应该在这个里面 彼此的建立 从彼此和睦 跨入到彼此的建立 这更积极的 一个跟弟兄准备 彼此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当你回想到我们得救 是耶稣的十字架 赎了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原来是犯罪的 当始祖亚当犯罪之后 他们与神隔绝 人跟神也互相的为敌 在《创世纪》里面描写到 当人跟神发生问题的时候 人跟人的问题立刻 也就不合了 亚当责怪夏娃 夏娃责怪蛇 彼此责怪 彼此推责任 甚至彼此伤害 甚至他们的下一代 彼此的敌对等等 造成很多的悲剧 所以彼此伤害 彼此攻击 今天在社会上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所看见的 要成功 怎么成功啊 压倒别人 你压倒更多人 你就更成功 你要成功吗 就看你压倒多少人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 一个常态 但事实上这是个咒诅 天天我怎么 我要很清楚地知道 事实上这是一个咒诅 人跟人的彼此的敌对 彼此的伤害 彼此的攻击 要往上爬 要把别人打倒 这事实上是一个咒诅 事实上是一个罪的咒诅 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创造四人 在一起的时候 上帝不是要人 过着这样的生活 那有人说 属于是 人要是跟人不竞争的话 这世界怎么进步呢 你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因为人跟人竞争 所以社会才进步呢 事实上社会 人跟人的竞争 人跟人的攻击 造成的是国攻打国 民攻打兵 事实上这造成历史上 这么多的罪恶 这么多的战争 这么多的仇恨 我们还没看够嘛 事实上人真正需要的竞争 是人自己跟自己的竞争 不是跟人的竞争 什么叫人跟人自己的竞争 就是人自己要不断地谦卑 不断地求赏敬 这叫做自己跟自己竞争 事实上社会的进步 这个才是真正的动力 真正的动力 不是跟人竞争 打败别人 才有社会的进步 这是错的 这是罪的咒诅 人和人之间应该要彼此和睦 人和人之间应该是要彼此建立 这是上帝的心意 今天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明白我们要脱离罪恶的咒诅 不要再活在那种世俗的这种状态里面 我们要从里面出来 更不要把这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 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是要彼此扶持 彼此建立 彼此造就 高兴看到别人比我更好 比我更爱主 比我更热心 感谢主 我也要迎头赶上 赶上我自己 不是赶上他 不是赶上那个人 而是赶上我自己 因为我退步了 我要迎头赶上 我要更加地求进步 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我们要知道 罪恶的咒诅需要被粉碎 不然我们自己得救了 我们自己得赦免了 我们更要看到这种罪恶咒诅的 过于压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东西 都要被粉碎 要彻底的粉碎 而且过去我们生活上 一种世俗生活的一些恶的习惯 思想也都要秉除 也都要从我们身上排除掉 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改变 神话语的更新 将要彼此建立 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 宝贵伟大的教训 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要学习 所以彼此建立 必须成为信徒言行的准则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受使 为我们还清了罪债 我们都知道 凡是真心真意 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并且认罪悔改的人 都能够得到赦免和新生 但是实际上的救赎的大功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乃是要像刚刚我提到 再次的强调 过去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咒诅 都要被粉碎 生活里面的恶习 都要秉除 在神的面前继续接受 圣灵的更新 更新 再更新 彼此建立 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上帝的心意 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彼此建立很不容易 是一生的学习 一生的学习 保罗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这是使徒保罗 圣灵感动之下 写下的一句话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这句话 如果你仔细地思想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 因为基督徒 在基督里得救之后 成为三代二女之后 你得了释放 凡事都可行 当然不是说 你可以乱来 胡作非为 绝对不是 因为不都有益处 换句话说 神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得救的生命 是一个释放的生命 但是 是要有智慧 来选择 做对的事情的 一个生命 在什么叫做 做 什么叫做 应处呢 当然 也就是按照 上帝的旨意 行上帝 合成心意的事情 保罗这句话里面 第二句话就说 但不都造就人 欢迎光 你可以看到 使徒保罗 在蒙圣灵感动之下 很明确的看到 基督徒的生命 得救之后 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但自己做得对 还要能够想 不断地想到 怎么样来造就别人 怎么样让 不但我能够 做对的事情 而且我所做的 能够让别人得益处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 何等宝贵的 一个努力 一辈子的努力 我相信保罗在写 这句话的时候 他一定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在结束 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要请大家 回顾一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一个故事 在圣经里面 使徒经常有一个 不太 好像不太 好的事情 不太令人 觉得光荣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保罗跟巴拿巴 起了争论 两个使徒 原来是同工的 结果起了争论 而且很大的争论 为了什么 为了一位年轻的 传道人叫马可 这马可 在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 跟他们走了一段时间 结果半途就跑掉了 半途就不干了 就脱队了 结果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保罗跟希腊 准备再出发 在于传道的时候 就为了这个马可 这个年轻人 就起了争论 因为保罗觉得 这个年轻人靠不住 不能用 不带他去 巴拿巴说 要带他去 巴拿巴坚持要带他去 结果两个人就坚持 坚持不下 起了争论 结果两个人怎么样 巴拿巴跟保罗 两个人就分家了 分到扬镳了 似乎是一个 不太体面的一件事情 同工不合 分家了 在《诗帝经》里面 记得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点到此为止 底下没有讲到 太多这些事情 一直到 我把经文列出来好了 周围可以看一下 保罗跟巴拿巴 因为马可的缘故起了争论 两个人都分到扬镳 大概十年之后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哥罗西书 四章十节 那里我们看到 保罗被关在牢里面 在狱中 那个时候保罗提到 马可是他的同工 这个年轻的马可 是保罗的同工 十年之后 是保罗的同工 然后再下一次我们看见的是 在保罗训道之前 他特别在书信里面 《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一节 特别讲到 他非常喜爱马可 同时要提摩太把马可带来 保罗非常肯定 夸奖 这个马可的侍奉 马可的可贵 这是《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一节 我们所看到 所以这个事件 保罗巴拿巴分手的事件 在哥罗西书 十年之后 在《提摩太后书》 大概十二年之后 有这样的记载 让我们看到 这件事情 有非常宝贵的一个发展 非常好的结果 我们恶要的来整理一下 可以这样说 巴拿巴 跟保罗分手之后 继续的栽培 这个马可 年轻的马可 继续的让马可 学习侍奉 栽培他 建立他 巴拿巴 在幕后的功劳 真是很大 圣经没有多记载 这一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 从后来 马可的表现 我们可以推回去 知道说 巴拿巴 一定在他的身上 付上了很大 很大的代价 很多很多的功夫 同时我们也看见 马可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 就灰心 反而也就接受挑战 继续的装备 继续的受训练 很重要的 马可也没有 因为这个缘故 就怨恨保罗 都在上帝面前 学习 在上帝面前 领受 上帝的建造 和教导 最后我们也看见 使徒保罗 乐于看到 这位年轻的马可 成为上帝 使用的一个工人 保罗用行动 来肯定 这位马可 接纳他 在遇生的狱中 也接纳他 成为他的同工 同时 也在最后 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也再次地肯定 这位马可 是很宝贵的一位同工 你想保罗这些动作 也都是对马可 何等重要的意义 何等 也在 也从某个上讲 这也都是建立 马可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都为彼此建立 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见证 我想我举这个例子 让大家看到 彼此建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保罗在写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照旧人 我相信保罗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 他跟巴拿巴发生的这个事情 他是不是想起 他跟马可之间的事情 无论他想到没想到 这些神的话语都提醒我们 彼此建立非常的重要 同时也告诉我们 彼此建立非常不容易 因为在彼此建立的时候 你会觉得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可能 你以为的这样子是对的 你以为是对的 可能不见得是对的 不见得是好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彼得 不是彼得 你看到保罗 看到巴拿巴 看到马可 这三个人 都在神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建造 而且彼此建造 彼此建立 彼此的接纳 一起的同工 结果成为一个美好的 彼此建立的 这样一个见证 我也巴不得在我们教会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要活在一个彼此建立的 教会里面 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 我们当然有个心愿 我们都要学习彼此建立 好不好 愿不愿意 你是教会的一员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向你挑战 你愿意学习彼此建立的 这个原则 这生活的准则 在教会里面吗 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你愿意把手举下好不好 你愿不愿意 让这个教会 成为一个彼此建立的教会 你要学习彼此建立 感谢主 你想想看 假如这一群人 是一个彼此建立的一群人 你想你活在这个里面 你是多么的有福 是有福 但是要付代价 彼此表示我们做的每件事情 都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 接受改变 巴不得看到别人成长 超过我们 能够这样的谦卑 自己求长进 也让别人能够长进 也造就别人 你想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一个何等合成心意的教会 巴不得神 给我们这样的心愿 心志 一起来建立这样一个教会 蒙神的愿 看过之后 我店家